西大娘的眼珠一转 你想不想你的大哥 能够脱离魔掌 恢复元气 重整连云寨 手刃强筹呢 母鸠平不住地点头 西大娘柔声说 要是七寨主知道 我这样求人来帮他 他一定不肯接受这些援助 刘独峰 顾熙昭这些人都非同小可 要是七寨主不接受别人的帮忙 怎么能够忠心大业呢 不能够再振连云寨的身微 又如何能够报得大仇呢 所以只要你不说出来 一切不就得了吗 母鸠平总算听懂了一些 忍辱负重似的说 好 那我不说 西大娘美丽地笑了 对 这才是了 呼听的外面 喊沙声震天 西大娘也不惊讶 他们憋不住 攻城了 慕酒瓶灰毛说 我去把他们杀退 西大娘子秀丽 伸出白生生的手 在端详水葱般的手指说 他们攻不进的 只听外面 传来一个微矣的声音 一字一顿地说 回诺城里的人听着 交出七哨声 雷卷 沈宾儿 慕酒瓶 可饶不至罪 西大娘笑道 黄金林这个老狗官 忠气倒也充沛 西大娘心里揣思 他们是怎么肯定 七少商等就躲在城中呢 慕酒瓶心里却想 他妈的 怎么自己一直紧紧排在 七少商之后的通缉犯 怎么这一下变成第四号人物了 胡亭外面 传来一个温和儒雅的声音 西大娘 你们在这儿安居乐业 不甘朝政 不是无忧无虑吗 何必为了七少商 落得个全城覆灭的下场 西大娘横道 顾西招这坏小子 就会煽风拨火 搬弄是非 慕酒瓶一听他的声音 就红了双眼 哼 这个王八蛋 又听一个声音说 七少商 你出来 我只抓你 不抓旁人 这声音也无特别之处 只是平和有力 四字耳畔响起 西大娘乍停 维持了一惊 他来了 这么快 同样在尘乡阁里 运气挑戏的七少商乍停 站了起来 他来得这么快 身边趋近一步 压低声音 是刘都风吗 七少商道 不知是文章还是刘都风 我也没听过他们说话 顾西招和黄金林 他们没有那么圆容 深厚的内力 这人的武功高 身份也比黄金林高 如果不是莫测高深的文章 便是高不可测的刘都风了 这时 一个女子一闪而入 众人只觉眼前一亮 那女子向七少商说 只怕是刘都风 秦婉晴匆匆走入 发上的蓝金飘跃着 极力乌发散在了额上 一见的女子气道 大娘 第一趟公事 全给咱们挡回去了 西大娘脸有忧色 刘都风已经来了 只怕不好应付 这时又走进一名猛汉 正是慕秋平 见一众连云寨的人 进阶目瞪口呆 你们做什么呀 点了穴道吗 连云寨的弟兄及沈辩尔 全看着西大娘 几乎忘却了呼吸 七少商上前一步 握住西大娘的手 浑然望我 大娘 你 你还是这么美 西大娘娇羞地笑着起来 大弟当前 这么亏亏也不害臊 众人都没有想到 回诺城的城主西大娘 竟出路得如此的秀美 更没料到 刚才那老太隆中的老太婆 竟然是眼前这位娇美的可人 西大娘转手望向了秦婉晴 万瓷呢 沈鞭儿说 卷阁晕倒了 唐 唐姐姐正在救她 西大娘道 她的医术醉精 婉晴 好好去 全力守城 沈鞭儿说 我们去住一壁 连云斋的兄弟都站起来说好 他们大刀受伤不轻 可是已经做过短暂的休息 已经有了援助 抖走精神 斗志仍然旺盛 西大娘摇着摇头 不 回诺城的机关你们不熟悉 人多反而碍事 要是攻了进来 你们想置身室外 当然不可能 何不留着气力 待会杀地杀个痛快 沈鞭儿道 你是说 他们能攻得进来 西大娘道 要是没有捕神在 很难说 一个月半个月 总是守得住的 沈鞭儿道 刚才大娘 所提到的那三个人 西大娘道 那只是为日后铺的路 现在还用不上 沈鞭儿忧愤地说 卷阁受了伤 七寨主又伤重 难道这儿 就没人治得了刘都风吗 七少商叹了一声 又叹了一声 欲言又止 西大娘瞧在眼里说 你说出来 七少商仰天长叹 我在想铁手啊 铁儿爷要是在这儿就好了 可是他 而今 七少商也不知道 铁手如今生死如何 他只觉得自己连累了不少人 只怕连这毁诺城都要毁于一旦了 话说那四名锦衣人 抬着一顶花杆走了进来 黄金林一见来势 立即斩言 刘大人 你再不来 可把小弟我想死了 刘都风在杆上说 哦 你想我死 黄金林一正 刘都风哈哈大笑 黄大人 别来可好啊 在下开了一句玩笑 请无见怪 黄金林又堆上了笑容 哎 哪里哪里 小弟总有天大胆子 也不敢怪责刘大人嘛 谁知刘都风又加了一句 那么 只要天子给你做胆 杀我也无妨咯 黄金林又饿了一饿 知此人 语言锋利 不想和他抗辩 连忙顾左右而言他 笑着引荐 这位是丞相大人的义子 顾公子 破连人寨 便是他的手工 这位是傅丞相 麾下名将 骆驼将军 闲于仇 这位是相爷的内亲爱将 神压将军 冷忽儿 这位是丞相大人 向皇上保健的护国标局局主 高风亮 高局主 刘都风 一一点头见过 哦 都是 傅大人的亲戚朋友 这刮慢牵连 你也不简单啊 是相爷信宠的红人 今儿我真是以为错进了相爷府 可惜我无后路重拳 只怕高攀不上啊 黄金林早知此人言语有棱 连忙回了一句 刘大人好说 大人是圣上御前大将 与诸葛先生齐名 这下子可把咱们都比下去了 要论结交 是我们求之不得的殊荣啊 刘都风一扬首 咱们就别客气了 这儿的情形怎么了 黄金林道 啊 我们追捕七少商 雷卷沈边尔 目就平道此处 刘都风打断 嗯 霹雳堂的人 跟连云寨的余孽 连成一切了 黄金林道 只有雷卷和沈边尔两人 那雷腾雷炮雷远 不在内吗 黄金林脸有得色 嗨 已给我们杀了 哦 那必定是文章文大人的伏兵啊 我曾听文大人提起过 雷门霹雳堂始终是心腹大患 就算是用到他们 也必定要派人烧着 黄金林顿改脸上无光 刘都风打 那现在他们人在哪里 黄金林道 他们直奔回诺城 刘都风打 想你们必然以为 希腊娘和七少商 深仇大恨 故意让七少商 走入碎云渊 假借毁诺城的力量 除去七少商和雷卷吧 黄金林的心中 十分佩服刘都风的推断 是啊 假他人之手除去这几人 可免除他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省得提防许多 防不胜防的报复 刘都风道 可是他们死了没有啊 黄金林道 全倒在护城河里 化成了白骨 哦 你确定了是他们吗 黄金林脸有蓝色 这 刘都风双眉一扬 问过悔诺城城主 希大娘没有 顾西昭上进一步 啊 问过了 希大娘却不肯以真面目示人 而且言辞闪缩 不让我们的人入内搜查 哼 他当然不给你们进入了 顾西昭 本早已瞧着刘都风不顺眼 他有什么理由不让我们进入 我们是官 他是民 怎么你曾在连云寨当过要职 竟不懂这个道理 这江湖上的事 要讲江湖上的规矩 什么官押朝廷 武林中人可不赏你这个颜面 顾西昭早憋了一肚子的火 什么江湖不江湖 天下之大 莫非王土 天子脚下莫不是庶民 没有什么江湖规矩 武林道义 只有王法 王法 刘都风徐徐转过身 跟顾西昭打了个照面 好个王法 王子犯法与民同罪 这才是大公无私的王法 若用这王法制裁你 顾公子 你可能也一样 法刚难逃吧 顾西昭只觉 刘都风脸色明黄 很有一股位移风法 他一生中什么英雄好汉 达官贵人都见过 可是这刘都风 不弄而微的神态 刚一接触 就错了他那一副 自负自大的个性 顾西昭心里正要认栽 但是他的性格强完 一转念之间反而更不服气 刘不透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刘都风淡淡地说 七年前 礼部刑大人的女儿 被谁所无 五年前 苏州之府引大人凭贼有功 但全家被杀 结果这工由你来独占 凶手是谁呢 三年前 向福利后起七秀竞技 武功最高的欧阳吞吐 是给人毒死的 可知道是谁下的毒呢 刘都风每说一宗案件 顾西昭的脸色 就增了一分难看 刘都风说完之后 哈哈笑道 当然还有别的案件 不过你放心 这些案子都不是交由我来办 而接办这些案件的人 事先已经被吩咐过 找个替死鬼就算了 刘都风的语音忽然压抑不住 有一种悲愤之色 我懂 我当然懂 我当然懂得怎么做 怎么做法才恰到好处 我虽然外号人称捕神 但是惭愧得很 也不过是抓抓小毛贼 不是人人都像诸葛先生 也不是人人都当得了诸葛先生的 黄金林连忙打哈哈 以刘大人之见 我们是否依照江湖礼书 拜会习大娘呢 要是他不与接见怎么办呢 刘都风道 首先要证实七少商 他们是不是死了 要是死了 我们何必得罪悔诺城里的人呢 要是还活着 西大娘竟在包庇七少商 给予我们为敌 那只有功成意图 黄金林道 刘大人是怀疑 死的人不是七少商 西大娘也不是笨人 他就算恨七少商入骨 也只杀七少商一人就好 何必要连雷拳等一起杀死 招引日后霹雳堂的报复呢 黄金林道 可是这人已化成了白骨 这如何证实啊 已经证实了 刘都风的手一扬 树林子后面又转出了两名锦衣人 快步走到刘都风的面前 刘都风问道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左手的锦衣人说道 冰爷 我们已经下去打捞过 不见他们手上使的兵器 右手的锦衣人恭敬地说 七少商断臂 但白骨里也没有断了一条膀子的人 刘都风向黄金林说 那么说 七少商肯定未死 黄金林惊一不定 可是那是划骨痴 你们如何 我这两个好帮手 一个善于水利工程 一个精于用读解读 这些事一向难不倒他们 左手的锦衣人说 我叫云大 右手的锦衣人说 我叫李二 两人齐生 拜见黄大人 免礼免礼 云大说道 黄大人也许没看见 护城河里已经没有水了 黄金林望去 这件护城河已经干涸 毒水都消失了引踪 真是叹为观止 哎呀 你们 李二说 我们把水都已经去了毒 也流到了别的地方去了 黄金林不得不服 翘起了大拇指 好好好啊 刘大人身边六名爱将 真是名不虚传 名不虚传哪 刘都风忽然说 那这毁诺城 不知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物 出入呢 冷呼而村心 要奚落刘都风一下 这碎云渊给我们重重包围 铁桶一样的秘 连只鸟都飞不进去 怎么会有人来去自如呢 刘都风却不理他 抬头眺望 有一只乌鸦 在压压地叫着 打从冷呼而头上飞过 刘都风悠然地说 那是什么来着 冷呼而正在分辨 忽听着抬杆的一名锦衣人 戳存尖笑着一声 那乌鸦忽然撒下一团东西 冷呼而眼明脚快 闪身一臂 肩膀还是粘到了一些 刘都风一笑 却不知那算不算是只鸟啊 冷呼而知道 刘都风的那名手下 善玉鸟之术 以哨声来驱鸟撒鸟拉屎 无奈又发作不得 只听另一名锦衣人说 这里另有后山地道 刚才不久 我看见有三个人先后走了出来 是谁 那锦衣人说 任人的功夫我比不上蓝三眼尖 另一名锦衣人说 那是贺连春水 高鸡雪和油脂味 刘都风脸色微微一寒 是这三人 西大娘倒是个难缠的角色呀 那个叫蓝三的锦衣人说 不过他们是出来并非进去 刘都风一点头 说不定他们是置身事外 那总比同在城里死守的好 却不知城里还有些什么人物啊 一名抬杆的锦衣人说 爷 我去探看探看 刘都风笑道 自探情报 深入虎穴 如入无人之境 总少不了周四啊 那叫周四的锦衣人 飞快的一失礼 我这就去 爷 说吧 疑虑而落入干涸的泥床 忽然跟那黑鹤的泥泞 融为了一体 再也分不出 哪是人哪是泥 刘都风道 也来见过黄大人顾公子 先鱼 冷二位将军等 那发现毁诺城后山 有通道的锦衣人说 在下张武 拜见诸位 那就蓝三的锦衣人也说 在下蓝三 给张老五抢了仙 拜见了诸位 剩下一名刚才发烧的锦衣人说 在下料料 排行最末 是刘爷最不成才的跟班 也来拜见各位 众人几手见过 忽见霍乱部快步走来 脸有张簧之色 顾西招问 什么事 霍乱部眼神闪烁一下 扫了刘都风一眼 顾西招知道他的意思 但是当着刘都风的面 反而不便做个恶人 哎 刘捕头是自己人 若非机密 尽说无妨 我们就试试了